据关心的就是台米开封肆虐之后 好 画面上看到是台铁花莲路线已经多处中断 不仅小清水溪桥被土石流冲毁 轨道整个悬空 幸好当时早就已经全线停驶 才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而现在呢 重得到和人间 铁轨是被大量土石淹没 最新的画面也传回来 和人轨道北口 那这个苏花公路上偏颇的这个土石崩落 滑到了铁轨上 土石量也相当庞大 不但造成了整条轨道是瞬间消失 电车线的设备也都受损 那因为天气非常的差 台铁人员只好一度撤回 目前铁公路都中断 铁路或者公路也都有土石崩塌的情况 不管是台铁工程车或者是透过公路 都过不去也到不了 台铁的人员并无法抵达现场 那后续也将等人员抵达现场之后 才能进行评估抢修的时程 凯米台风席台截至今天的7月25号的早上11点钟为止 全台曾经停电的户数高达了578398户 高雄就占了104880户 高雄市林园区曾停电户数是来到了3152户 全台最多 那第二第三名分别是六规的6798户 古山的6471户 目前已经修复了494258户 高雄市仍旧有18000多户停电待修 台电表示将持续抢修 好关心的还是在高雄爱河大淹水 大约是在中午的时候 好不容易才慢慢水退了过去 但是部分地区留下了不少淤泥 所以呢是有机车 汽车经过的时候 打滑导致了人员受伤 现场的情况我们交给2号 好主播观众 我们现在人在爱河旁边的七弦三路 这里哦今天中午呢大概开始 爱河的水开始慢慢退了之后呢 没想到在这里却留下了不少的一个泥土啊 而且这个泥土的情况呢其实比较 还黏性还比较高的 因此我们这样整条路看过去哦 都有泥土的一个存在的情形 所以很多的机车骑士 经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一个不小心就摔倒了 因此呢警方今天也是很快的 也是收到了报案 也是请他们来这边把路给封了起来 希望机车骑士们暂时不要再经过了 我们先听一下附近的民众的说法 摩托车已经跌走五六步了啦 我是这里的管理员 刚才这里有一步跌倒 有一步跌倒 这里已经五六步跌倒了 因为泥巴啦 瘦山公园下来就泥巴 欸你不要站那边 跌倒 不要站这里 跌倒 不然警察不可能来这里封手啦 从早上清到现在 而且你们到中午的时候水才开始慢慢退对不对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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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十一点都开始一直清 一直清 他水到那边我们就一直开始一直清 一直推一把 推出去 推掉了然后又还有泥沙这样子 对啊人家走就从那边走 又走进去 快点进来啊 不要走那边会跌倒 好可以听到呢 这边的住户呢 包含了管理员以及旅店的大姐是表示说他们已经通报很多次了 但是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来清理的一个状况喔 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就只能看到说现场有拉起封锁线 甚至刚刚在稍早的时候呢 还有民众要经过这里的时候是摇摇晃晃的 甚至差一点出现打滑的 打滑跌倒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甚至下来用牵的方式把车子给牵过 所以提醒住在延城区这里的朋友如果有经过七弦三路的话 请务必小心 以上掌握最近情形出播 好没错 呼吁刚才的路段来往都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那另外镜头是转到了屏东火车站内 现在也跟着严重漏水 不但楼梯间直接变成了瀑布 用来承接漏水的除水桶 装满水还溢流出来 导致车站里到处都是积水情况 有好几个橘色除水桶 还有绿色的小水桶放在地上 要从这个天花板漏水下来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这个依旧是让楼梯瞬间淹成了瀑布 看到的就是屏东火车站内的情况 到处都是积水 工作人员疲于奔命赶紧清理 好让车站环境尽快的恢复正常 不过接下来看到的是屏东人懂得苦中作乐吗 水淹到了这个小腿度高 但是发现有民众居然是不止当起了冲浪客 甚至坐在了塑胶箱里头 在家门前划船游泳 甚至有人是在狂风暴雨中还骑脚踏车 像是在挑战体能极限 而尽管面临凯米风灾 还是很多人咬牙继续苦中作乐 凯米台风这一回也是好与狂炸 中台湾地区 有其中张化大城乡首当起冲 湘工所找来了国军进驻 预防性撤离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民众是坚持要留守家园 怎么办呢 我们连线给记者军宇 墙台开密辖带强风豪雨席台 导致着水溪口暴涨 张化县大城乡首当起冲 溪水已经淹过堤防 道路形同小河淹禁民宅 湘工所找来国军协助居民撤离 小心翼翼涉水通行 不少居民人抱着观望的态度还没动手 收拾物品不打算撤离家园 大城乡公所表示 由于提防已经有部分溃提状况 目前国军已经出动人车和物资到大城乡等地 湘工所也紧急成立收拢所将居民分别安置 希望能把灾损降到最低 以上这样的情况把镜头降到棚内 台风走了飞机终于能飞了 受到凯米的影响 24、25号连续两天 桃园机场有数百架次航班宣布取消或延误 而随着台风在今天清晨已经出海 淘机在中午12点左右陆续恢复了硬座 但是同时得消化受到台风影响的航班 可能会有延误的情形 那淘机也已经请航空公司增派作业人力 以及加强人流引导 受到了凯米台风侵袭 花莲市区在昨天傍晚刮起了 12到14级的强阵风 导致了路数倒塌 直接横躺双向车道 今天一早车子惊悚经过 仿佛成了S型的赛车道 我们请记者介云带我们掌握 好 各位观众 为你带来花莲的最新情形 在凯米台风昨天晚上的 袭扰花莲市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上志路的这个情形 目前这个车子要经过上志路 必须要S型这样绕弯 两旁的树已经是倒得相当严重了 我们赶紧来问一下这个附近的居民 这昨天的情况是有多严重 姐姐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昨天大概的情况吗 我昨天是晚上风雨蛮大的 我10点半进来的时候 就整个这个 这个凤凰区都倒下来 一直到现在 你昨天晚上有听到那个风声很强吗 非常强 那自己有没有心里有点害怕 有有有 那早上看到这个情况有先有吓到吗 哇已经是没办法 车子只能这样单行到 而且都是那个很像在S型一样 进去里面都要单线 对是这样 那这个预计会觉得说 大概花多久时间才可能清完吗 我不晓得 要看我们相关单位来 急速来处理比较快 不然如果风一来的话 整个吹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 好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附近居民是相当的担心 表示希望有关单位也可以快点来尽速处理 毕竟这个已经是这个 明明是双向道路 现在只能变单行道 而且这个车辆互相交汇的时候 恐怕还是相当的危险 以上就是在花莲掌握 最近把闲镜头交远给棚内 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公司 被香港政府指控 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一案 今天在香港的高等法院 迈入了第92天的审讯 检方控方认为案中证据充分和直接 三名法官考量之后 是裁定黎智英与本案面对的三个罪嫌 都表证成立 黎智英一早就现身法庭 这位76岁的被告是被控违反了香港 国安法之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两项 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黎智英否认所有指控 代表律师也申请此案表面证据不成立 但是法官也做出了判决 所有的罪控是证据成立了 因此后续会继续由法庭来裁定 罪名是否会正式的成立 好 再来台风也刮起了政治口水战 赴美访问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为了台风提前返台 结果被绿营人说是浪费机票 蓝营也不满有所回抢 我们来听 本来我以为他会更有这个创意 或者炮火跟战力去斗鲁秀燕 没想到讲了半天之后 只有一个浪费机票钱 因为我想他们真的实在是词穷 因为我料想按照这个民进党 你看林佳龙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按照民进党的模式 他们可能会做当天第一时间 先在当地观望 然后真的不行 可能好像快要不行了 再赶快再飞回来 所以我料想民进党原本准备的剧本 应该是否卢秀燕 继续待在美国 完成他这个十天行程的前面几天 所以现在没想到卢秀燕当机立断 下飞机马上又再回来 这个已经超出他们的脑回路 所以一时之间实在想不到 什么可以攻击的地方 去讲浪费机票这件事情 真的幼稚可笑 那台中的灾情 现在看起来没有高雄严重 可是大家不要忽略 大渡啊乌日这些地方 还是有积水不退跟停电 大黎山地区也有土石流的灾情 那对外的交通洞线 目前也是中断的 卢市长提前结束访美行程 料底从宽 当时我们是这样讲 那现在看起来完全百分之百正确 各位如果他人现在还在美国 你想想看民进党是不是 哇不得了 从现在一路骂到2028都不会停了 所以绿营口不择言 去挑这个台中市长的行程 我其实觉得我们往乐观的方向去想 大概他们已经把卢轩人 当成2028的假想敌 已经把他放在那个位置 当剑拔射 所以才会去聚焦 去拿这个放大镜 在他行程里面挑毛病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卢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卢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卢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卢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卢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UYO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